複習一下 第一個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在什麼 VBA裡面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特別之後以後反正你要寫VBA一定同樣的動作 第一個先把開發裡面打開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打開 第二個的話就開始 我的習慣就是打一個SARC 我上個禮拜講過 你可以打SARC 然後名稱也許叫班級好了 直接Enter就好了 他就會幫你講 字太小你可以工具裡面的選項 找到撰寫風格裡面 大概12號字差不多 OK 接下來就寫什麼 寫你要的那個動作 比如說你希望做什麼 你可能就要 去把那個邏輯先理出來 我希望就是說 當我選了一個班級之後 請你幫我把這個班級裡面 一個一個去check 把這個跟這些範圍check 那check完如果這邊跟這邊是 兩邊是等於的話 那就把這邊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那如果放一個之後的話 下一個就把它往下放 往下放 往下放 所以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範圍寫個回圈 所以寫法我前面講 第一個就是for i等於第2列 到 第幾列呢 第12列 當然你可以向下追蹤 按Enter兩下打個NAS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要把這個跟這個比較 所以 if 所以其實特別重要 VBA裡面 寫來寫去就for跟if 最常被用到 if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那我們怎麼稱呼它呢 叫range 當然你可以用sales 只是用range 可能比較 好表達 為什麼 因為直接跟他講說 這個是h多少 h2 但如果你寫sales也可以 你去sales變2 豆點 貌h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用range 好像比較好表達 OK 好 等於 sales 那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前面用range 跟哪一個比 跟這個比 可是這個範圍會變動喔 所以這邊用i 這邊用什麼 用a欄 有沒有 a 那你 常常同學confuse說 老師你這邊為什麼用range 這邊你用range 你用sales 那你可不可以用range 其實也可以 只是如果你要寫range 我覺得 比較不好表 為什麼 因為range裡面是一個文字 那 sales呢 裡面是可以放數字的 所以直接這樣表達 我覺得是比較直接一點 OK 但如果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你不要用range 你通通用 你不要用sales 你用range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用range的話 要寫成怎樣 寫成 a 然後and 我記得把i放在後面 然後後瓜糊 寫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可是 感覺這樣寫 不是太OK啦 所以有的人說 老師為什麼書裡面先這樣寫 你怎麼這樣寫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你寫成是盡量寫那個 不要很奇怪的寫法 盡量就是順著他的物件裡面該給什麼的那種方式寫會比較順暢一點 所以特別說 這裡的話我建議是用sales來寫 會比較OK 然後面的話呢 就是if有 if就有一個them Enter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ter 有頭有尾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資料搬過來到這裡 搬過來這邊第五列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把這邊 這個儲存格的東西搬到這裡來 所以 這邊搬到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把 應該是 應該是複製啦 複製過來 所以複製的話記得就是 一樣 我這邊偷懶一下 用sales 這個寫後面 他被複製的寫在後面 複製到了寫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等於什麼 等於 然後呢我一樣 再把這個 改一下 拿這個來 拿這個來改 寫到哪裡 寫到第五列 寫到這邊 這個的話是 哪一欄呢 G欄 所以這邊的話第五列的G欄 然後複製什麼呢 複製 同一列的 B欄 那一時類推嘛 複製一個過來 然後再複製下一個 再複製下一個 一時類 所以底下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邊再複製 C 貼一個 貼兩個 貼三個 因為總共有五個儲存格 所以你就分別把 第五列的 G H 然後 I 然後再來 J 應該看懂了 這邊其實就是這樣改了 反正就是一個蘿蔔的坑嘛 就把這邊的東西放過來 BCDE OK 然後這樣的話呢基本上呢就是 找到一個 放一個 找到一個放一個 但是最後你會發現 會有個問題 我先把這些刪掉一下 就是我把它放過來之後呢 最後好像就 跑完跑跑跑跑 最後你會發現 只會無紋繡 其他都不存在 為什麼因為都放在第五列 那其他的跑哪裡去 應該被蓋掉了 就跟剪貼 怎麼辦 所以 這邊可能你需要一個變數 當他放一個之後呢 你就要把五變成六 六變成七 什麼方法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個數字是會改變的 那你記得就是要增加一個變數 所以那個變數呢 也許有叫K 它初始值等於5 所以這邊的話你通通改成K 有沒有 把它改成K 這樣子就OK了 K 打錯了 OK 程式不要打錯嘛 但是記得喔 你摳過來之後記得 把K再加1存回去 所以K的 等於 K 加1 有印象吧 雷加有沒有 上個禮拜講過啊 其實寫來寫去都差不多 城市寫完的 OK看一下 知情 有了 有沒有 如果 第四行是 B B C 對 少打 OK 所以 還有嗎 沒有嗎 BCDE OK 給我一下 對了 成績就update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二班的話 當然呢 一樣就是去把它run一下 但是 奇怪 怎麼底下東西沒變 對 所以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當它run的時候呢 先把這個範圍先清空 這個範圍清空的話 這個範圍 所以range 除了指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從G2 有沒有 所以G2 貿號 I範圍 G2到 G5 OK 然後到追 追的12 OK 然後 後面加一個 清除的話就點了 點 clear cl contents 不要選錯 contents 不是commence 這個 不要選錯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城市就寫完了 把它 再執行一下